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无数美国大兵将成为人肉盾牌 前排的士兵用肉体挡下子弹 为后面的战友赢得一丝机会 盯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他们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往前停进 这是美国史上最惨烈的登陆斩 无数战友的尸体已经铺满了沙滩 海水已经被先蓄染的通红 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血腥味 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现场的状况 战士们依然前赴后继的向前 海滩上组织坦克的铁吉利 此时却成为了最佳掩体 尚未米勒幸运地来到了一处斜坡 登陆前他本以为这里只有少数敌人 但不曾想德军早已不属了主力军团 米勒知道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进行反击 他让使兵们收集武器准备突围 瞅准时期他们用爆破筒扎出了一个突破口 很快就来到了敌人包围圈下的碉堡 米勒利用镜子观察到了敌军机枪手的位置 随后他故意暴露自己来吸引敌人火力 掩护狙击手快速跑到最佳狙击点 作为队内的神枪手 狙击手不负众望的一枪打掉了敌方主要火力 为队友的进攻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一刻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 米勒利克指挥身后的士兵向前冲锋 没有了机枪的压制 美军一路直入到了德军的最终防线 紧接着向刀宝内投入了大量的燃烧弹 残存的德军一部分投降保命 一部分顺着战壕慌乱的逃跑 可不管做出哪种选择 等待他们的只有冰冷的子弹 美军为了给惨死的战友一个交代 开始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扫射 甚至是俘虏也没有放过 此时后方的海滩上 被血水染红的海浪还在不断冲击着死去的士兵 而这些只是残酷战争的冰山一角 那些牺牲士兵的灵魂 将依附在一张张位问信上重新回家 与前方激烈的战场不同 后方的女兵们正在不断敲打着键盘 这时负责人发现了三封特殊的慰问信 他们将被寄到同一个地址 这就意味着一个母亲要在同一天内经受三重打击 为此领导决定亲自上门送信 正在屋内吸完的母亲看到远处的军方车辆 心中顿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尽管她的内心已经做好准备 可开门看到牧师后还是不经贪坐在地 自己心中日夜牵挂的三个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根据前方的战报得知 三兄弟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瑞恩 同样是一名身在战场的二等士兵 可惜的是不久前空降到敌军阵地后至今没有消息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参谋长的耳中 她不忍心再让英雄母亲失去最后一个孩子 于是决定派遣一支小队前去拯救瑞恩 不过这一想法很快就遭到了反对 瑞恩已经将落到敌军身处 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活着 就算活着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况且派人去营救也只会让更多战士丧命 参谋长并没有直接回应之一的声音 而是转身拿出一封总统写下的慰问信 这封信同样是写给一位母亲的 因为战争她失去了五个孩子 参谋长当着众人的面念起了信中的内容 这就是她最坚定的回应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她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就这样在此机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 那便是拯救大兵瑞恩 刚刚经过强谈战役的上尉米勒 成为了这项任务的执行队长 虽然很不情愿接受这样一个奇葩的任务 但军人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 可在这形式变幻莫测的战场上找一个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米勒清点了自己的剩余人马 挑选出一些靠谱的兄弟 发现还需要一个会说德语的翻译兵 生性切诺的勒本成为了组成小队的最后一人 他是一个刚投身战争的新兵担子 甚至在战场上都还没有开过一次枪 得知要深入敌军后方 恶本表现的一场紧张 连忙表示自己就是一个不会作战的文兵 而米勒却微笑着说我要的就是文兵 就这样一直以米勒为首的八人小队成功几节 面对这样一个看似无厘头的任务 几人刚出发就开始不停地抱约 我实在是想不通 咱们八个人为何要冒险营救一个人 如果是为了这个可怜虫的母亲 那在场的所有人谁没有母亲呢 就连一向高冷的狙击手也提出了意见 这次任务简直是浪费了我宝贵的作战天赋 像我这样的军事资源应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比如在一公里的射程内我会击穿希特勒的脑袋 身为上尉的米勒不但没有发一句牢骚 还在不断地稳定军心 因为上级不会对下级抱怨 即使我不是上尉 我也会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 因为我对瑞恩的母亲表示深切的同情 寄人的议论也随着米勒的一番话终结 天气变幻莫测 连绵的英语为战场蒙上了一层寂寥的烟雾 随着不断地深入地区 八人小队很快抵达了附近的战场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他们遇见了三罗在这里的盟军 可惜的是双方都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米勒不能给盟军提供援助 盟军也不知道瑞恩的下落 八人小队只能继续向小镇的另一头摸索 俄本好奇地问身边的队友 上尉是哪里人 之前是做什么的 结果却发现整个小队里竟没人知道 于是几人开始尽性下注 谁能问出上尉的绅士 便可以得到奖吃里的300美金 谈话间小队来到一个破烂的居民楼旁 这里还有一户法国居民尚未搬走 父亲以为他们是前来应救的援兵 想让他们先带走自己的女儿 米勒明白自己与队员们都自身难保 根本无法照顾一个小姑娘的安危 更何况多带一个孩子有可能成为累赘 但小队的其中一名士兵是个软心肠 因为小女还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女 不顾队友的劝阻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 米勒只能气愤地将孩子迅速转移 可还没等他转过头 一声沉闷的枪响传入耳中 只见刚刚那位善良的士兵已经亮枪倒地 众人听到枪声后马上寻找掩体 面对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队友 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前救助 由于是倒地后才听见的枪声 狙击手马上断定敌人也是一名狙击手 惊艳告诉他不远处的高塔边士气所在的狙击点 他马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准备反击 敌方狙击手非常狡猾 他并没有进行步枪 而是躲在暗处准备为师大员 就在他不断搜寻着星猎物时 一名狙击手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狙击镜中 然而此刻的他再想扣动扳击为师一晚 狙击手一发精神的子弹直接将其击毙 危机解除后女孩又回到了父亲身边 不断地派打着父亲埋怨他把自己交给别人 小队众的其他人马上查看队友的情况 然而由于失血过多未能及时治疗 那位善良的战士最终长眠于此地 米勒扯下了他的兵机派 重新整理好队伍后再次出发 作为上尾他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带给队友 只能将背痛划为力量继续执行任务 几个人跌跌撞撞地到了小镇的另一头 早已劳累的忠实准备坐下休息片刻 没想到这一屁股下去竟然开启了一场对峙 随着他不小心碰到一根木桩 木桩一下子就撞到了边上的一堵墙 墙内竟然是德军的一个小型指挥中心 双方盾时剑把弩张都不愿意掀开第一枪 只能不断地用大嗓门和气势压制对方 就在双方将持不下的时候 敌军突然被一阵机枪扫射 原来是散落在此地的盟军进行了支援 在这里米勒幸运地找到了瑞恩 看着眼前这个长得切诺的大兵瑞恩 小队几人表现得极为不满 米勒想用委婉的方式告诉瑞恩发生的一切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瑞恩听到这一消息后满脸的悲痛 同时也很疑惑地询问他们是怎么死的 当得知识阵王后他又摇起了头 因为自己的兄弟们才念中学 年纪那么小怎么会来到战场上呢 听到这里米勒也愣住了 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此人并不是自己要找的瑞恩 只是同一个队伍里巧合的同名同姓罢了 异常误会害的人家伤心了半天 也给小队浇了一盆冷水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但幸运的是 几人找到了与瑞恩同时跳伞的一名士兵 空降区虽然是不固定的 但会和点都是相同的 有了全新线索的小队整装待发 晚上他们躲在教堂里休息 米勒的手在微光下抖个不停 自从担任上位之后 他已经失去了九十多名部下 他总是会安慰自己 每一个死去的士兵都会换来十倍 甚至更多的人存活 可这一次的任务却是八个人去拯救一个人 他只能希望瑞恩是个值得被救的人 听了米勒一番深刻的感慨后 厄本走过来想要询问他的身世 米勒则和他约定等到赌注来到五百美金时 自己就会把身份告诉他 并且约定到事后一起分钱 经过简单的修整后 小队来到了空降兵所说的会合点 然而这里却是一片狼藉 到处都躺着负伤的士兵 他们见到了一位飞行员 得知在这士兵的飞机遭到了德军轰炸 许多士兵来不及跳伞就已经阵亡 米勒再一次打听起了瑞恩的消息 飞行员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交给了他一袋兵机牌 接着小队几人开始进行翻找 他们把一个个兵机牌当成扑克拿起放下 嘴里还说着一些猛媚的玩笑话 一旁路过的士兵们很不理解几人的行为 全都用我狠狠的眼神盯着他们 因为每一张兵机牌都代表着曾经并肩的战友 幸好这士小队中的医疗兵机是发现错误 连忙上前将所有兵机牌整理好装进袋子 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心情急切 米勒冲进了队伍中 开始大声呼喊着瑞恩的名字 没想到这一嗓子还真的找到了一名认识瑞恩的士兵 只不过这名士兵的耳朵已经被扎得不太灵光 米勒就让人把瑞恩的信息写在纸上 经过这一番操作 小队终于又获得了全新的线索 这卫士兵原本和瑞恩一同前来此地集合 但中途却被一名上校带走 去了一个名叫揽姆勒的地方守一座桥 听到这里米勒恍然大悟 这座桥是德军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 如果让他们通过将会对几方的部队形成夹击 这也说明了找到瑞恩后可能会有一场残酷的战斗 想到这米勒的手又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但这并不能阻挡他继续向前 紧接着七人小队再次出发 中途行进了一处废弃的雷达战 米勒敏锐地发现不远处沙坑下边有敌人埋伏 并且还有一挺重机枪 众人都认为此刻应该绕道而行 因为他们的任务并没有突击敌人这一项 然而米勒却不想让自己的盟军受到埋伏 因为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打胜这场仗 既然队长心意已决 士兵们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经过简单的战术部署后 三个人正面重锋吸引火力 后边几人则从不同方向进攻敌军 恶本只能躲在大后方拿着望远镜观察局势 看着队友扔出去的手雷被敌人卡着时间扔回来 恶本的内心早已慌乱如麻 等片刻后枪声停止 不远处只剩下阵阵硝烟 直到听到队友的呼员声 晃过神来的恶本才急忙拿起医疗箱跑了过去 原来队伍中的医疗兵不幸身中树弹 众人手忙脚乱地为他止血 可不幸的是一颗子弹罐穿了他的身体 队友焦急地问道应该怎么做才能救你 一生救治了无数士兵的医疗兵 只是要求再多给自己注射一记马飞 被打穿几柱的剧烈疼痛 感让他给自己判处了死刑 虽然极其地不情愿 米勒还是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 随着一记记马飞注入身体 医疗兵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最后在一生生绝望的妈妈声中 医疗兵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至此八人小队剩余六人 此刻牺牲的两人 已经远远大于要营救的一个瑞恩 队员们不断地辱骂着瑞恩 随后将所有的悲痛与不满 都撒在了一名德军俘虏身上 先是将其暴揍一顿 随后准备就地处决 米勒看到赶忙上前阻止 先让他给我们死去的医疗兵挖坟 之后再杀了他也不迟 一旁的乐本不理解 被我们为何如此对待俘虏 连忙上前追问米勒 为何放任他们这样做 米勒则是淡定地回应道 你要是没事干就去帮他一起挖坟 每时去一名战友 米勒都会承受极大的悲痛 他只能默默地待在角落独自哭泣 此刻那只紧紧握枪的 手也颤抖得越发严重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再不远处的地方 恶本果然在陪着那个俘虏挖粉 甚至还贴心地 为他点上了一支香烟 直到看见小队其他人走过来 德军俘虏又赶忙 拿起铲子继续挖 为了活命 他先是用别角的英语 表达自己对美国的热爱 然后又唱起了美国的国歌 甚至还当面批判起了希特勒 可队员们并不打算放过他 子弹上场的声音 就是对他死亡的宣判 这时米勒一把将俘虏拽了出来 给他的眼睛蒙上不挑 就在大家都以为要对其初一枪绝时 米勒却让了本告诉这个家伙 当你向前走一千步以后 才能摘了不挑 之后遇到盟军时要主动自首 看着杀害自己同伴的俘虏一步步走远 众人对米勒的行为很是费解 万一他被自己的同伴救回去 一转身又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可是米勒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让大家整理好行装继续赶路 队伍中的一名突击兵再也无法忍受 他大骂米勒简直就是白痴 紧接着表示了自己想要离队的意愿 你是一个大善人 瑞恩的妈妈也一定很高兴 他宝贝尔子的姓名比我们两个队友还重要 但瑞恩究竟在哪里呢 面对队员的贴脸嘶吼 米勒并没有尽心回应 似乎只有忠实理解米勒的内心 踏上前一把推开突击兵 甚至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他 其他队员们也开始议论纷纷 面对小队出现如此激烈的矛盾 米勒只用一句话就平息了他们的纷争 来着之前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老师 之前在家乡的时候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我的身份 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却成为了一个秘密 我对自己也变得陌生 更害怕回家后妻子会不认得我 我愚蠢地放走一个德军俘虏 我愚蠢地营救一个陌生大兵 都是为了在战争撕裂我之前 给自己内心建造一个拥有人性的保护区 你如果真的要离开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份证明 众人听见后都傻眼了 谁能想到这个在战场上奋离杀敌的上尉 在很多年前竟然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 米勒没在说话 而是转身埋葬了那些阵亡的战友 那个想要离队的家伙也说回了自己的想法 经历了这次风波 小队几人终于达成一心 他们继续向着那座桥的方向前进 当路过一片茂密的草丛时 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鸣声 没想到敌人的坦克正从不远处快速驶来 米勒连忙命令队员们立刻握到硬币 可还没等他们发起进攻 一辆坦克就已经被一发火箭弹击中 这是谁开的枪 几人带着一文消灭掉了坦克内的敌人 等把所有敌人剿灭完毕后 米勒发现了不远处的三命盟军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经过一番相互介绍 这个扛着火箭筒的大兵正是他们要找的瑞恩 随后瑞恩带着几人来到了他们坚守的桥桶 这里的长官早已牺牲 剩下的物资也极度匮乏 瑞恩本以为米勒一行人是为了支援而来 可不曾想对方的目的竟然是要带他走 这让瑞恩感到非常的诧异 于是米勒再次直言不讳地表示 你的兄弟们全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为了你的母亲 你必须和我们回去 听到这个消息后 瑞恩流下了泪水 但这并没有让他退缩 上级派给我的任务时间守着坐桥 我不想当以各位完成任务的逃兵 更不会抛弃我身边的战友们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回家 米勒看出了瑞恩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心里也有了一丝丝慰藉 但当下的问题却是棘手 这时一直力挺米勒的忠实给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把瑞恩留下 我们空手回去交差 另一个是我们几个干脆也留下 也许会创造一个奇迹 多年以后再回想起今日 拯救瑞恩也就成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即使有着斗掉性命的风险 米勒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随后他们开始部署详细的作战计划 清点好能用到的每一个武器 敌人是红冲直撞的坦克 他们却只有去之刻数的爆破弹 如果不能灭掉敌军的坦克 这场战斗基本上是毫无省算 米勒提出将坦克引到大街上 之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 接着又让人取出一部分准备炸桥的弹药 一些埋在坦克行进的路上 一些塞进瓦子里之后再抹上黄油 就这样一个个粘性炸弹就制作而成 狙击手来到钟楼 在最高处可以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 米勒又在桥头不知好炸毁大桥的引线 从点燃到爆炸的时间只有30秒 再迫不得已的禁忌关头 谁最后一个撤退谁就负责把桥炸掉 做好一切准备后 所有人都开始享受大战前的安宁 他们都各自讲着自己的往事 互相交换着彼此的过往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场战斗后十有八九会丢掉性命 没过多久德军坦克的轰鸣声突然传来 大家立刻前往提前不属好的指定位置 通过埋伏在钟楼的狙击手得知 共有四辆坦克与50人以上的编队 负责吸引坦克的突击兵立刻出发 厄本则承担了运送弹药的任务 其他人也各就各位等着即将来临的战斗 德军并没有将所有火力一同发出 而是分为几队慢慢推进 随着第一辆坦克进入攻击范围 埋藏的地雷弹药系数爆破 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股脑地往屋子内紧急避险 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提前埋伏好的美军 正面战场上 士兵们将制作好的粘性炸弹 粘在坦克的轮子上 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破声 坦克在顷刻间失去了行径的能力 另一边的士兵们又勇然烧平 解决了一辆装甲车 接着凭借事先占据好的地形不断进攻 第一波的交战让德军伤亡惨重 不过很快他们的志愿随后而来 威力巨大的重击签不断扫射着战场 中楼上的狙击手一枪一个敌军 为队友们争取足够的进攻时间 但这一行为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看着坦克的抛口对准中楼 狙击手还不忘提醒身边的队友趴下躲避 随着中楼的倒塌 八人小队友失去了一名队员 米勒健壮来不及背伤 只能拼尽全力地消灭敌人 楼上的队友拼命反击 很快就将手里的子弹打过 他们不停地呼喊着恶本的名字 可本应该运送子弹的恶本 此刻正躲在一处掩体后瑟瑟发抖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时 前方却出现了一支德军小队 胆小的恶本只能继续躲藏 楼上的队员听见楼踢出传来的脚步声 警惕地喊着恶本的名字 在没有听到回应后果断开枪 门外的敌人应声倒地 可他们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很快其中一人就被子弹射穿了喉咙 今生的一人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后 随后便上前与敌人开始肉搏 楼下的恶本听到队友缠斗的声音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去 可是即使队友发出了绝望的呼喊 他也没敢冲上前打出一发子弹 最终只能任由队友死在敌人的匕首之下 看见德军士兵从楼上走下来 懦弱的恶本拿着枪的手竟然慢慢松开 微微摆手示意自己选择投降 见到这个完全有机会干掉自己的家伙 德军士兵先是扔了一下 最后满油油地从他身边经过 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 至此八人小队的队员牺牲过半 忠实着便来找恶本补充弹药 却迎面遇见了同样打光弹药的敌人 两人先是用帽子互相打击对方 接着同时掏出手枪进攻 庆幸的是忠实的手法更快更重一些 一人应声倒下 而他只是腰间中了一枪 什么都没有的他只能躲在掩体后检查伤口 另一边的米勒也用光了子弹 此时那些没有炮管的排击炮派上了用场 将尾部的引信敲进去 当作手榴弹一样扔向敌人 照样重创了包围过来的敌军 可这时他们身后却突然开来了一辆坦克 几人迅速向一旁躲避 忠实着便也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勒本 带着他穿过德军的枪林弹雨准备撤离 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压制 米勒只能带领众人推到桥头 这里是他们不知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勒本却被落在了一道斜铺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引起德军的注意 此时的米勒知道双方活力悬殊 于是大声呼喊桥上的士兵迅速过桥 因为接下来就要进行炸桥行动 然而中士为了掩护队友们撤退 又深重属强 还没等几人来得及反应 一枚炮弹就在米勒身边炸开了花 等到他挣扎着爬起来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寂寥无声 此刻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战友顽强的抵抗敌人 看着自己的队友被敌人杀害 就连一旁的中士也没有了生命迹象 任人则像个孩子一样 蜷缩着腿嚎啕大哭 不远处的勒本就躲在掩体后面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那个曾经放走的俘虏 此刻的他才明白 自己的善良终究变成了摄像队友的子弹 挥过神来的米勒看到了不远处的影线 正准备上前炸掉大桥的时候 却被自己亲手放走的俘虏一枪击倒在地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勒本看在了眼中 在这一刻 他体内的意识终于觉醒 米勒中弹之后 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手枪 一枪一枪地打在德军的坦克上 可在坦克的面前 手枪的威力是如此渺小 就在米勒认为自己将要失败的那一刻 眼前的坦克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救援的力量终于在关键时刻赶到了 面对枪有力的志愿 德军立刻撕散奔逃 这时的俄本终于不再胆怯 将想要逃跑的德军全部拦在了面前 为了活命 这群德军只能乖乖地放下武器 曾经那个被放走的俘虏 监视俄本想要顾忌重拾 还安慰战友放心这人不杀俘虏 可当他的话音刚落 俄本却眼神坚定地扣动了扳机 米勒看到志愿的部队到达 他明白这场战争已经胜利了 看着眼前的瑞恩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千万不要辜负大家 随后他的生命便消散在了战争的硝烟中 之前那只一直颤抖的兽偶 此刻也终于变得平静 因为他知道 自己带领的小芬队成功地拯救了大兵瑞恩 瑞恩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此刻或许也在想 八个人来救自己一个究竟值不值得 多年后瑞恩带着自己的后代来到灵园 缅怀这些曾经为了拯救自己 更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牺牲的战士 他来到米勒的墓碑旁 轻声地诉说着之后发生的一切 我始终没有忘记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这些年来我尽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好人 希望这一切能让你感到满意 此时瑞恩的眼中早已沉满泪水 不管是愚公愚私 迎走前的他对着米勒表达出了最诚挚的敬意 拯救大兵瑞恩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指导 汤姆·汉克斯和汤姆·塞兹摩尔主演 上映于1998年的美国战争电影 作为战争片的里程碑 该影片真实还原了二战时期战场的残忍 当子弹失入脑 鲜血尚未见到地上 当丽人插进胸膛 心脏仍在抽搐书章 每个人都认为活着是为了坚持正义 当盟军奋不顾身地冲向战场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在一国牺牲 一颗颗舍生取义的种子已经悄悄播种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该影片时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要拯救大兵瑞恩 庶民士兵为了素未蒙面的瑞恩而死是否值得 这一场看似慌怒的拯救是否徒劳 随着整部电影落下尾声 我们才知道瑞恩不仅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更是一个意义深刻的符号 它代表着人心中最温暖美好的部分 代表着整个世界宣扬的反战声音 更是代表着人类的希望 希望是可以付出代价去换取的 只要希望还在就会有无数的可能 就会有更好的未来 该部影片开头给人一种战争的残烈与残酷 结尾去来的让人热泪盈眶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而是一份从真实历史中挣扎出来的力量 某场战争中一家人的孩子全部牺牲 美国因此颁布了一个家庭不得所有男性参军的政策 因为故事的虚构性 它也许会受到现实主义者的抨击 可同样是因为虚构 它承载着现实不能承载的力量 也许无数多个瑞恩在战场上不能被拯救 但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无关国界正义与对错 我们都期待着有一种值得叫瑞恩 我们都渴望着有一种人道叫米勒 这是在战争结束年代里面的反思 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后的防线 最后祝愿世界永远不再发生战争 祝愿世界永远和平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